这么大的辣平糖,我还是第一次建议,姐妹们,你看它比我的脸还大,我还是吃点小的吧,这个给我闺女留着啊,如果我把它吃了,我觉得它会疯掉我,吃点一口鸟,这真的太大个头了,咱们吃的话,这种小的也很好吃,好解压呀, 每次我闺女放假,我们俩一块吃辣平糖的时候,就是最快乐的时候,她喜欢把这个辣平糖放到冰箱里冻一下再吃, 还有小瓶的 大的辣豆 这个也好好看,它是小枯萝米是吧,这种大的都特好看,你都别说小孩了,连我这个四十来岁的人我都很喜欢, 我这个人是属于把好的东西留到最后的人,你看这个特好看的,说实话我都不舍得吃, 拿一个辣特别好,一点都不吊炸, 咱们这个辣都是可食用级别的,就说检测报告吧,嗯,有骨头,都超级可爱, 因为一口秒都是那种千奇百怪的,水果的,小动物的,我个叫腥的,这个小鱼我都不舍得吃,上次我闺女来,过头吃了一块, 小菠萝,还有小猪头, 这个辣真的嚼这么半天了,一个渣都没掉,真是真的太好了,小花子, 太好看了,每天早起味道给它们列列对形,给它们整齐一下的,超级喜欢这些东西,看着都特别开心, 我吃了一块的不撒红,但就看着我猪头,一块儿是健康的, 我说千万三个月我的天啊,我们都吃到了小火,